据多家媒体报道,中缅边境连北金三角口岸疑惑运站突然爆炸起火,当时现场停有大量卡车,据现场传回的画面显示,多辆卡车被火焰吞噬,连同车上的货物被一起烧毁,于是有人猜测,此次爆炸起火很可能是遭到了武器袭击。 这些被烧毁的货物均来自于中国,谁干的?解放军在中缅边境进行实战演习,战火波及到中缅边境,这里是小豆芝历史,订阅我,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幕后的故事。 谁干的?相关媒体报道称,爆炸和火灾疑似有武器袭击引起,而且很可能是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事后在采访当地人士对方表示,爆炸发生前,他们听到了无人机的轰鸣声,而且现场来看,火势过于匈奴,普通枪击无法造成这么大规模的烧毁情况,应该是发生剧烈爆炸后引起的。 在结合目击者听到的声音,不难判断此次大火应该是由空袭造成的。 虽然目前缅北电炸被连根拔起,四大家族也全部伏法,但这并不代表缅北就可以和平了,缅北内战爆发根源还是缅甸政府与多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矛盾,当前缅北的情况依然十分复杂和紧张,缅甸政府与多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双方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仍在生气。 这些冲突和暴力事件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目前缅军已经失去了港口地区的控制权,大量据点落入果敢联军手中,近日缅军卷土重来,双方在金三角口岸形成对峙,所以不难猜测,在此期间缅军与缅北武装互相攻击,让当地许多民用设施也受到了影响。 那为何这次会对中国卡车出手呢?目前双方没有给出详细的情况说明,有网友猜测很可能是因为这里靠近中缅边境,然后造成了误伤,但也不能排除是哪一方故意而为之的,想把矛头对准中国,甚至拉我们下水。 不得不说缅北内战的发展已经让中缅边境形势愈发紧张,甚至影响了中缅正常贸易合作。 此次内战不仅会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痛苦,还会对缅甸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加剧了缅甸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既然事情发生在缅甸,那么主要还是要靠缅甸来解决。在此期间,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和平,希望缅甸冲突各方也保持冷静,尽快平息局势,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和政治解决,才能实现缅北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缅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解放军宣布实战演习 前不久,缅甸同盟军发布通告,称即将对老街发起总攻,要求中国籍人士务必尽快回国。 同盟军这份通告的发出,预示着缅北战士将进一步升级,为了应对突发状况,解放军有了相应动作。 根据南部战区11月25日发布的消息,解放军南部战区将从当天开始,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实战化演讯活动。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李空军大校表示,这次演讯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展开,旨在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边境封控,活力打击能力。 田军李空军大校同时强调,战区部队时刻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南部战区发布这条演讯消息,毫无疑问是与当前的缅北局势相关。 11月18日,同盟军发布了一份通告,称他们围困老街以来,迟迟没有发起总攻,就是为了给室内居民和外籍客商更多避站时机,为了尽量避免总攻时造成重大伤亡,希望仍滞留在老街的中国籍人士务必尽快回国,以免造成不必要伤亡。 对于这份通告,同盟军发言人李嘉文确认为真,称同盟军的主要活动范围为老街外围区域,还未发起进攻。 李嘉文透露,已有两万余名中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中国,但还有二三万华人留在当地,因此希望留在老街的华人,尽快撤离老街回到中国。 在这份通告发出后,福建两地发出紧急通告,敦促滞留在缅北的人员立即回国。 11月24日,中国缅甸大使馆也发布提醒,称缅甸北部国港老街地区冲突持续,在当地滞留的中方人员安全风险高起,在老街地区的中方人员尽快转移撤离。 远离冲突地带,其实,在前几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已经有中国公民陆续经边境口岸回国, 建议滞留在缅北冲突激烈地带的中国公民,尽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转移至安全地带或回国。 按照同盟军此前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展开武装的行动,是为了打击老街的电炸民团。 近年来,缅北电炸集团十分猖狂,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公安机关加大了对他们的打击力度,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多人被中方抓捕。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消息,缅北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共向我方移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1万名,其中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干63名,网上载逃人员1531名。 此外,在中方公开通缉之后,缅北电炸重要头目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三人被成功抓获,并移交我公安机关,明学昌则是畏罪自杀。 在中缅联合打击电炸取得成果后,缅甸军方发言人左敏吞少将表示,将会继续与中方合作。 除了电炸问题,缅北的局势同样令人担忧,在我缅甸大使馆发布提醒的第二天,解放军就发布了演讯通知。 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局势确实已经十分紧张,同时也展现出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其实,十多天前,就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解放军装甲车在瑞丽口岸巡逻。 解放军的一系列动作,无疑是对缅甸相关方面的震慑,希望他们不要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如果威胁到了边境稳定,损害了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军必定会采取果断措施, 希望缅甸有关各方尽量克制,不要扩大战火。 一直以来,我国军队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时刻准备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近年来,中缅边境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军队在中缅边境的部署也备受关注, 此次实战化演讯,正是对我国军队战斗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旨在提升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据了解,此次演讯活动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的,南部战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 确保了演讯活动的顺利进行,部队官兵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精湛的战术技能, 展现了我国军队的良好风貌。 此次演讯活动分为多个阶段,涵盖了陆、海、空等多个领域, 演讯场上官兵们紧张地进行着各项训练。 他们永攀高峰,破浪前行,以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这场实兵实弹的演讯中,官兵们不断挑战极限, 提高了战场应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此次实战化演讯活动在中缅边境举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通过实战化演讯,能够有效检验我国军队在边境地区的战斗力, 提升部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另一方面,此次演讯活动也是对地区安全稳定的一种保障, 对不法分子形成强大震慑力,维护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讯活动并非我国军队首次在中缅边境展开实战化训练。 近年来,我国军队不断加大在中缅边境的实战化训练力度, 旨在提高部队在该地区的管控能力。 此次演讯活动的开展,再次彰显了我国军队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 面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 我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实战化训练为手段, 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中缅边境地区,我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好使命。 为确保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此次实战化演训活动将继续进行, 我国军队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 更加精湛的技艺,更加顽强的精神, 圆满完成此次演训任务,让我们共同期待。 我国军队在这场实战化演训中再创佳纪, 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边境安全,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为何不进入缅北? 由于近年来电信诈骗的猖獗, 许多国人深受其害, 有人会问, 我国为何不能直接对缅北诈骗进行打击? 实际上牵涉到外交, 比较缅北地区主权属于缅甸, 我国法律无法对当地进行管理。 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打击电信诈骗活动, 政府一方面加强对缅甸北部地区的监管和制裁, 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对国内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 加强了对电信诈骗活动的监管和法律制裁。 综上所述, 缅甸北部地区电信诈骗活动猖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 我国的打击措施包括加强对缅甸北部地区的监管和制裁, 以及强化对国内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力度等。